有个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他曾在亚历桑那州的214攻击中对驾驶钥匙喷气机,做过很多国际任务,现在他成了这个世界上最不可能被邀请参加美国独立日烧烤的人。 现在他被指控用他的专业技能叫中国的飞行员如何在航空母舰上降落。 但他强烈否认这些指控。 而且现在他正在澳大利亚与美国引渡令进行斗争。 他的名字叫Daniel Duggan,不过我更愿意称他为飞行教练版007。 这是多么的荒诞,一个军人退伍20年,突然变身为一个被全球追捕的国际罪犯。 你知道什么是最不可能的情节吗? 他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然后搬到澳大利亚,遇到了他的另一半,放弃了美国国籍,成为了澳大利亚公民。 全家搬去了中国,生了六个孩子。 然后有一天他决定,你知道我应该做什么吗? 我应该去中国叫飞行员如何降落在航空母舰上。 这简直就像是从一部迪斯尼电影突然跳跃到了一部詹姆斯,邦德电影。 他被指控的是在中国给中国军队的飞行员做训练, 然后澳大利亚把他抓了起来,美国还想把他引渡回去。 他的律师正在与时间赛跑,试图阻止引渡。 你知道,如果他被引渡回去,他可能会被判处65年的刑期。 这个故事的最棒的部分是他声称自己所教的都是可以在公共领域找到的信息, 你可以在谷歌上搜索,甚至在维基百科上查到。 对,如果你有兴趣,你也可以在网上找到这些信息。 我告诉你们,我试过,我真的在维基百科上搜索了如何在航母上降落。 猜猜我找到了什么? 我找到的答案是,别傻了,除非你是专业的飞行员,否则你永远也不会需要这个信息。 否则我想现在可能有数百万的中国飞航员在家里把他们的厨房变成了一个模拟航母, 用食物搭建起来,然后用遥控飞机练习起降。 他现在的生活就像一场噩梦,他和他的家人都被抓得措手不及。 杜干的妻子和六个孩子在法庭外面举着要求释放他的牌子。 你能想象那是怎样的一幅画面吗? 孩子们,拿起你们的铅笔和卡制,我们要为爸爸制作一些牌子。 记住,我们要写《不要把爸爸引渡到美国》, 和《爸爸只是在教授谷歌和维基百科》上的内容。 我想说的是,我完全理解这种情绪, 如果有一天我男朋友在YouTube上叫中国菜如何烹饪的时候, 突然被告知他涉嫌从事间谍活动,我想我也会很震惊。 在此,我只想说,各位,在外国找工作的朋友们, 不管你是交飞机如何降落,还是交中国菜如何烹饪, 别忘了告诉你的雇主,你需要一个清晰的职责描述, 否则你可能会被引渡回去,因为某个你从未听说过的法规而蹲监狱。 这个故事就是这样,一名前海军陆战队员和他的家人试图阻止他被送回美国接受审判, 与此痛时他却坚称他只是一个谷歌和维基百科的忠实用户。 让我们期待他在澳大利亚能否成功避免被引渡的命运, 如果他真的成功了,我希望他能考虑成为一名立法顾问, 因为显然他知道如何找到一些重要的法律漏洞。 有报道说中国在通过某个漏洞,向俄罗斯大量输送军事装备, 包括无人机,足够装备一支军队。 就好像是Timi一样,但是这次不是送你想要的那双运动鞋或者是新的咖啡机, 而是送无人机和防弹背心。 你们知道,这个漏洞到底是什么吗? 这些装备都被标记为双用途, 这不仅可以在军事上使用,也可以在平民中使用。 这个有趣的事实让我想起了那个老笑话, 这个铁锹,你可以用来挖土,也可以用来打人, 不得不说,中国的商业嗅觉真的非常灵敏。 报道里说,俄罗斯从中国进口了超过一亿美元的无人机。 当我看到这个数字时, 我只能想象乌克兰上空的天空就像一个大型无人机的聚会, 不断有无人机在头顶上飞过,仿佛在说,你好。 我来自中国,你需要导弹吗? 中国供应的装备里还有可以在夜晚瞄准士兵的热光学瞄准器, 这东西简直像直接从科幻电影里走出来的。 在这点上,我只能说,俄罗斯的士兵们, 在战斗的痛时,也能享受到一场特殊的夜市音乐会, 那实在是,太震撼了。 说到这,我不禁要问,中国的立场是什么? 中国官方称自己是中立的, 并尝试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可能的调节者。 但是,如果中国是一家酒店, 那么俄罗斯就像是那个在酒店大唐大声喧哗, 打碎酒杯的顾客, 而中国则是那个在一边微笑着说, 请继续,先生,我们还有更多的酒杯。 的服务员。 我们看到,中国既和乌克兰也有武器交易, 但又和俄罗斯保持密切的贸易和军事关系。 这让我想起了那句古老的谚语, 你不能在一条河上画两条船, 但看来,中国找到了一种方法, 那就是建一座桥, 这样他们就可以从河的这边走到那边。 去年中国终于在新冠疫情后重新开放边境, 让中国人能够自由地出境旅游。 全世界的旅游业都期待着一个中国旅游热潮。 然后大家等来的是什么呢? 嗯,一个中国的旅游热潮, 没错,只不过, 这个热潮就在中国本土。 我们以为会有大批的游客涌出国门, 结果呢,很多人选择留在家里。 有的人是真心想在家里, 有的人则是被出境的难度和花费吓到了。 可想而知, 零新冠政策之后, 人们走出家门的步伐不是那么轻松了。 出境像是在玩一个高难度的大富翁游戏, 你的赢的飞机票, 还有等待出境签证的时间。 中国国内的航班已经恢复了, 但是国际航班的容量还不到疫情前的一半。 这就好像你在餐厅点餐, 服务员告诉你, 对不起先生, 您点的菜我们只能做一半。 即使出了国, 你猜, 中国人出国旅游的首选目的地是哪里? 是中东和北非, 比如埃及。 而对美国的旅游兴趣则下降了。 我猜这可能跟中国和西方的关系恶化有关。 或许有些人觉得, 与其跑到美国去被人叫做, 川普的朋友, 不如去看看金字塔和骆驼。 更糟糕的是, 乌克兰的战争使得北美的航班不能经过俄罗斯的领空, 这使得中国到北美的航班更涨, 更昂贵。 不过, 无论目的地如何, 现在的中国游客都变得更未节俭了。 以前大家知道, 中国游客在海外购物可是出了名的大手大脚, 现在呢? 可能只会买个明信片寄回家, 然后告诉家里人, 你看, 我真的去了。 不过我就买了这个。 所以, 尽管我们期待中国游客的出镜热, 事实上, 他们可能正在国内享受一个再加热。 不过别担心, 我看这种情况也不会持续太久, 等到飞机票降价, 等到签证流程简化, 等到国际关系缓和, 我敢保证, 我们的中国朋友们肯定会再次打包行李, 踏上真诚的。 美国众院25日通过, 台湾国际团结法。 法案澄清, 联大2758号决议从未提及台在联合国的代表权或主权问题, 以为包含有关台主权的声明, 中国长年扭曲该决议, 阻碍台参与国际组织。 法案要求美国利用其国际地位抵御中国的座位, 并要求国务院报告包含中国阻碍台湾外交关系的信息。 美国考虑与中国达成芬太尼协议, 由美媒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 为确保与中国在应对芬太尼方面重新合作, 美国政府拯救是否取消对中国公安部法医研究所的制裁进行讨论。 美中打击芬太尼的合作目前陷入僵局, 知情人士称, 北京坚持美国必须先取消对上述研究所的制裁 作为重企禁毒合作的先决条件。 加拿大媒体近日报道称, 其通过政府、信息公开法, 取得的一份1986年2月的报告显示, 联邦情报咨询委员会当时就曾发出警告, 中国利用公开的政治活动和秘密情报行动来影响和利用加拿大华人社区, 以实现其经济和政治目的。 目前,该文件的大部分内容仍处保密状态。 中印官员会面讨论边界争议, 印度外交部24日发布声明称, 印度国安顾问多瓦尔当日与中国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会面。 多瓦尔说, 印中实际控制线西断一带的状况持续恶化, 正在腐蚀两国战略互信以及政治和民间的关系。 声明还称, 双方同意, 两国双边关系的好坏, 足以影响两国, 所在区域以及于全世界的局势。 中国高层代表团本周江访潮, 朝鲜官媒24日报道称, 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鸿忠将绿团于7月26日起访问朝鲜, 并出席朝鲜停战70周年纪念活动, 这是朝鲜因新冠疫情关闭边境以来, 首个公开的外国官方访问。 朝鲜自2020年初关闭边境, 停止一切贸易与外交往来, 包括其主要的经济和政治盟友中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5日发布数据报告 显示, 全球经济增长为3%, 比4月的预测高0.2个百分点, 略有好转。 同时, 该组织对中国今明两年的经济增长预测分别为5.2%与4.5%, 报告中称, 中国经济虽在重新开放后有过快速增长, 但房地产问题, 青年失业率过高等情况表明经济增长动力减弱。 第31届世界大学夏季运动会将于7月28日至8月8日在中国成都举行, 有特斯拉车主透露, 其近日被交警告之大运会期间禁止特斯拉进入管控区域。 另有一份大运会安全保障通知称, 四川成都在召开运动会期间严禁收集违禁品, 且把网成都、 盘之花等地的所有邮件实行收集验室和安检。 NBA球员李凯尔或中国国籍, 具有8分之一中国协统的美国NBA现役球员凯尔, 安德森24日或中国国籍, 成为中国男篮首个规划球员。 中国篮球协会发帖称, 欢迎李凯尔。 在各方的推动和支持下, 李凯尔已于今天上午获得中国国籍, 并与中国篮协主席姚明见面。 丰田汽车在中国裁员近千人, 日本汽车丰田在中国的合资企业24日表示, 其最近裁减了约1000名合同制员工, 这一决定是基于目前的生产情况。 有日美表示, 由于中国政策推动等原因, 纯电动汽车需求正在迅速扩大, 市场中比亚迪和美国特斯拉等国内外新型车器竞争激烈, 日系车在电动化方面起步较晚, 需做出调整。 7月24日凌晨, 位于中国甘肃省张耶市, 具有千年历史的山丹大佛寺发生火灾, 大火延烧数小时后被扑灭。 陆媒介绍, 山丹大佛寺历史上曾经历多次损毁, 遭火灾前, 其大雄宝殿位全木质结构, 琉璃瓦盖顶的楼阁, 高39米, 其内泥塑坐向高35米, 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内泥塑坐佛。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新闻主播亚历, 我们每天在这为你提供中国新闻的一站式服务。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我们会认真阅读并回复大家的评论。 记得点赞分享,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保重。 小的噓表员, 刚才他在重吻。 评论我们下期怎样的iku,